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哪个女的都有关系 请上节目来的 我最近以来发现请上节目来的 任何一个女嘉宾 说起来都是 多少年前我跟你怎么怎么着 多少年前我已经跟你怎么怎么着 我们合作过 对合作过 她还在凤凰待过 但是人家现在 逃离了主持人的狼窝虎蝴 人家奔向 主持人的狼窝混不下去了 奔向多金之处 你知道吗 就是拍卖师 明年是我从事拍卖师的职业 二十周年 但是我不好说名字 就是国际最著名的 拍大行之一 拍名第一的拍大行 不是第一就第二 反正就两个 基本第一 只有两个 对吧 你这个锤子底下 拍出过多少钱吗 可能一两百亿 因为我以前是拍土地多 你想我一块地十几个亿 这很正常的 但拍艺术品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序 那艺术品你拍过多少 艺术品最高的也就是 可能一两千万 这个毕加索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件 拍卖市场上出现的作品 这么小的一个 是我拍的一千多万 那现在不值了 现在就肯定不值了 对 我们崇文雄 也是自己有这个作画的这个乐趣 哪天你也给他拍了个几块钱 什么的 没有 对对对 我那个李老师的已经 吃个喝杯买茶什么的 吃价已经几万 因为刚刚我已经欣赏过李老师的作品 非常的有个人特点 有个人风格 我已经跟他求画了 已经开始了 对对 反正就是说 上了枪签三人行 赶快学画画 是吧 这个慢慢的 多少有点名气 然后呢 人家现在就告我了 好多老师跟我说 说你学写毛笔字 我说我哪有那个脸呢 我写毛笔字 我现在从来不敢把我的毛笔字拿给人看 太丑了 因为你要脸 有很多不要脸的 就拿给人看 然后就派好贵 我告诉你 某市书法协会主席 跟我讲 他说 别听他们胡说 说你啊 我保证七天 他说七天 你写出来的字像模像样 七天 我前天有这么一个 他大概有他的一套速成的 或者是不是我估计啊 只是写这么几个字 就七天 你拿出去不丢人 然后就是 有人说 哎 你 我说我第一也没什么名气啊 第二 我这字还能拿 他说将来有一天 就之前 所以 别说了 别说了 这一季 写反联是吧 我这当然就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 这个 现在已经是新年了嘛 2017年 实际上是2016年的12月21号 因为我们要过一个跨年的假 所以节目要录备份 因此出现这种荒诞 就是我们现在给观众朋友们这个问号 但是我们是从去年的老古董发出来的新年好 新年的问号 当然也是辞旧迎新嘛 对对对 这个 川元兄就是你这一撮白毛嘛 也是代表一个长寿啊 呃 什么叫一撮白毛代表长 你来给大家 上白头 没有了 哈哈哈 你来给大家讲讲流年 就是过去的一年和新的一年的展望 展望啊 其实 我这个人是最 觉得最好就没有展望 嗯 没有展望呢 就会有惊喜 嗯 有太多展望呢 反而没有惊喜 那么反正啊 辞旧迎新 嗯 辞旧迎新呢 就是把心里边不开心的事啊 或者去年受过的挫折啊 什么的 就通通的就扔了 嗯 那就是去年过得不太好 啊 年年都如此 哈哈 所以我对这个 呃 这个展望啊 呃 就有保留 嗯 那就是希望大家一年比一年好 嗯 我反而是特别有计划的 什么小目标 大目标 每次都定的好好的 那完成了吗 呃 基本上都是按照我的方向去走的 哎 包括什么要生个儿子 就生个闺女之类的 也都完成了 听说你生了好几个 两个 两个 哎呦 真行 你看 这个拍卖 是吧 家庭双丰收 哎 但是 哈哈 他是 疯了得来的 哈哈哈哈 不是拍来的 完全是自产的 我也有计划 你不如把我的2017给拍卖出去 有人有富婆要吗 啊 我们其实只要是在市场上有流通的能够被有这个受众接受的我们都可以放到拍卖市场展望他说的展望能不能拍卖那就看你的展望目标是什么了呀那天那个马卫都在我们节目里澄清了一个一直以来的这个留言就马卫都先生呢长期以来网上就流传的你说他是靠着那个包富婆不是被富婆包养啊 这齐家的 他说他那个年代还没富婆主要是但是我是说这事你比如说你可以拿出去拍卖吗 人才我们也可以拍卖 我跟富婆聊一遍 但是我们这个一般拍卖呢有一个几个步骤要先就是预展要验货对要看他的这个使用质量然后我们要考察这个拍品的这个有没有瑕疵就你有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接受这一套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拍卖 我这个我这个拍品比较特殊卖的正是瑕疵 这个你知道明代的那个张代那也是一个金石爱好者啊 那个打架了是吧 他不就是说嘛人无私不可以深交 不可以深交人没有瑕疵啊 你不要跟他交朋友因为这个人没有真情没有真气 哎你要说到这个瑕疵呢我就想说说像我们以前在国内做拍卖的时候呢 他就有一个拍卖免责的条款就是说你看到拍品是什么样原状态是什么样 我们不拍卖好像是不承担任何瑕疵和真伪的所以呢你自己看什么样 张伟都不承担对对你不论你之前应该前限定了 但是加士德和苏富比嗯就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国际大拍卖行 他是有如果你在这个未来的日子你买了你有证据就是实实在的证据证明我们的这个存在的这个质疑的话 他是原营退还的所以为什么这个这个几大国际大拍卖行他的佣金会比国内的拍卖行要贵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保真的一个条款的这个我也听说 那他本身有没有把关呢 当然有把关我们的专家他为什么不是那个国际拍卖行啊 你就说大家免责啊什么你有瑕疵啊真假啊我都不管 他自己本身有没有把关呢 他自己可能当然也把关但他就想撇去责任 他因为其实说句实在话呢攀卖行业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 那你像比如说像国际大拍盲都是几百年的历史 他这个品牌他的这个诚信是他最大的资产 他不是为了赚你一单这个卖一个杯子的佣金 卖一个什么功夫铁或者机缸杯这样的一个佣金来赚起 他其实最大的是他的这个信誉度 所以他一定要保持他这种诚信 所以呢他的佣金会贵一点 但他有这样一个保证的条款 你要是证明我是假的 我退还给你 但是内地的很多拍卖公司 他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 他没有这样的心理 这个满眼的 就是要是我们要问问 这不用问的满眼都是啊 而且就是说这个现在内地的这个拍卖 我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是这个藏家呀 或者航家呀 那是一片浑水啊 一片浑水 真的我就觉得你千万别轻易进这个地儿 你比如说他们说这就叫这个鳄鱼潭呢 你比如说你那个什么哪的 这个这个山西的梅老板呢 那个就刚发了财 现在确实是这个钱呢 他没出去 听见你耳朵 说这玩意儿升值啊 至少保值啊 你知道他一进这个预展 好多人就围在他周围啊 最后我们就有一个朋友就是说 说最后闹明白了 说你们都不爱好心 就说听谁的呀 啊 就是而且完全就是互相都打枪 你你就你如果说拿不定主意的就完了 所以我说其实做投 就是做收藏来讲的其实有两样 有一个是艺术品投资者 有一些人是真正的艺术品爱好者 他是收藏 那如果你仅仅是为了投资的目的去的 你就很容易上这样的套了 但如果你是藏家 你自己肯定要对这个领域 做一个专门的研究 比如说你要收书画 你收当代 你肯定自己要去做功课 你对这个艺术家的整个生平 对他的这个市场 你要做分析 当你有了自己的判断的时候 别人是影响可能是有的 但是不能够足够的影响你的判断力 如果你只是哎呀 人家告诉你 今年卖一万 明年卖一百万 你一听哎呦 这个卖了九十九万 没有这个判断力 是要靠吃亏攒回来的 交学费 交学费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对这个行的热爱 你是一个爱好者 你要做研究 不能说我们仅仅是说 找个专家来给我们建议一下 怎么样 但是呢 像国际大牌 好像他有这样的这个 就这样的一个专家团队的话 他就不会像你出现 像你那样那么水的 什么什么这样的情况 他专家还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身位在这 他有他的专业 比如说那个刘亦谦呢 上海那个刘亦谦 他是身边有个专家的团队吗 他其实他自己本身对这个领域也是有专业研究 他自己的龙美术馆也有很多 他接触到的身边的艺术家的这个门类 就是各种的门类也很多 但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每次他从来很少到私人手上去收东西 他就到大排卖行买最贵的东西 这个呢 就其实是一个对他来讲是 我觉得是他的 他当初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呢 他用这样的方法把自己的知名度在这个圈子里打开了 那么之后呢 他用这样的方法 他是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而且像大的拍卖行的最贵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他的99.999的这种保证性 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收藏家 他其实自己对字画他不大懂 但那个时候呢 只有只有 加世德跟苏富比两家拍卖行 他每次去举 只举封面那一张 就买最贵的 就买最贵的 就是那一次拍卖的那个目录的封面 他只买那一张 就是这个一个道理嘛 他们拿出来做封面最贵的那一件 拍卖行不能砸自己的牌子 肯定是有代表性的 这个我 我这有一次去伦敦 伦敦有一个很有名的国际上知名的 埃斯卡纳奇 你知道 这个他父子啊 这个都是特别有名的 这个做这个这个收藏和这个收藏家 他也不过他说的行家 但是这就是信誉保证 就是埃斯卡纳奇 这个父子两代人 这个小埃斯卡纳奇 给我讲一个什么英文 他妈给我翻译 我觉得讲的很有意思 他讲啊 他说啊 这个我的体会是啊 最贵的就最便宜 嗯 你这就后来 我说这是有道理的 他就是说 你当年呢 你买的那个便宜的东西 往往最后越来越没价值 不值钱了 对 他当年呢 你买的那个最贵的东西 虽然花了最多的钱 可是呢 多年之后 你拿出来 他翻倍升值的这个幅度看 因为他反而是最便宜 他的唯一性嘛 因为他这个 他比如说他没有那么多 他就是那么一件两件 你过了个十年 肯定大家都要追求这种 所以有个收藏人家 我说完 咱们先去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周恩兄 你说什么香港的受传者 张宗憲先生 对 他说过 一千年前是垃圾 一千年后还是垃圾 所以古董这些东西 你不要以为 有一千年 两千年 三千年 他当时好的 一千年以后是更好 对 他当时是差的 一千年以后还那么长 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还是这个里边的众生相 因为作为一个拍卖师 首先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同样的一个东西 不同的拍卖师 会拍出不同的价格吗 当然会拍出不同的价格 这说明跟个人的某种能力 很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其实我自己做的拍卖 是有两类的 一类就是我们正常的商业拍卖 比如说我们的艺术品拍卖 刚才我跟李老师有沟通过 这个其实 在没有突发状况的下 你做你做你做 如果是相对优秀的拍卖师 没有差异性 因为你只要把握好了节奏 不要什么时候该快 什么时候该慢 什么时候快一点落锤 什么时候稍微要等一等 这个节奏你把握好 第二个不要出错 基本上人人都做的差不多 但是 什么叫节奏 节奏就是 当然这个跟之前的功课 是有关系的 你要对每一件拍品有了解 哪一些是竞争人多的 你对每一个买家的 基本的了解之后 然后当这个你要拍的时候 你知道我这个可以 比如说拍到一千万 但是当我现在 走到五百万的时候 那我可能这个技巧 就要push多一点 就要推动多一点 那我落锤 包括我有的时候锤子 要扬一扬 假装就要敲一敲 给他们一点压力 气氛 气氛 但是当我知道 其实这个东西 也就那么差不多了 其实这个是跟经验有关 因为我明天做 就是20年的拍卖经验 基本上到现在为止 我只要往台上一站 我基本上能感受到 现场有多少能量 就当我一抱出 这个拍品的时候 哪怕举一下两下 我就能感受到 我还需不需要等 我还需不需要push 如果基本上 我就会很快 好 sold 或者是unsold 就这样 但如果说是 要是我感觉到 其实我还能挖掘 包括这个前期工作 有功课有关 包括跟你的经验有关 我发现里面 还能可挖掘的东西 我就会要等一等 我会再推动一下 这个就是节奏 有冷场了 怎么办 我的拍卖场上很少 它不是综艺节目 冷场不是冷场 冷场它很尴尬 它那个锤下去不下去 我的拍卖场上 基本上不会冷场 哪怕我不说话的 那一个空间 也要营造出 是有话语的 有内容的 即便是当我的锤 举在那里 这学问 你说的这个能量 就是你怎么看 你是看人们脸上的表情 大家喘着出气 还是什么 基本上 其实这就是一种 心理学的一种感应 当你举牌的一些小动作 有的人 他其实是他很想买 但他又表现出一种 不在意的时候 他就这样 或者举个手指 这样 但其实你从他的 某一些细节里 眼神里 你能感受到 他对这件拍品的渴望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 故意这样的话 我有的时候反而 故意不看他 你让他急 但是我故意不看他 我也是 不是说不完全不看他 我是故意看别人 但是我的余光在看着他 我就故意 好像我在 他就会急了 他就会 动作就会明显了 他就会示意了 这个就是说 你就展示他自己的那个心情了 但有的人呢 你能感觉到 他真的是犹豫 但是呢 包括你看 假設张中健坐底下 但我都知道 他的实力的话呢 那我肯定 我如果你能感受到 他真的是犹豫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反而要直视他了 八号你还有兴趣吗 还考虑加多一口吗 你这个就是正面的给他一种推动 我觉得你这些也可以教教女孩子怎么掉男人 是吧 好像这个张中的 我还听说就是我来我内地朋友有的说 说有这个拍卖师跟这个就是底下的人呢 协同的作弊的那个 但是我也很难想象 我说这怎么能作弊 他说比如说就快点就能作弊了 比如说本来在犹豫啊 但是我想让李车文买啊 李车文 李车第一次 李车第二次 就敲了 这个其实在一些 那这是不是也在你 这一些不规范的操作的拍卖行李 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拖也有对吧 也有也有做做拖的 这个是我们不可否认的 在行业内部总是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一些 你看我还看过他一个采访啊 就是说什么 你说拍卖厂还有那事呢 比如说这俩哥们一直在争的哈 过了一会儿我就站起来 就赶紧坐在那聊聊 对 他说我给你一两万就行了 你都挣个弄我几十万的 这个是在公务拍卖上 我经常会碰见 公务拍卖 就比如说我拍土地啊 拍房产啊 拍破产洗液啊 拍机器设备啊 他有些人呢 就是我试过就是他就站起来 他两个人真的很厉害 他一看那个人可能还走过去 哎哥们 就是他的潜台词是这样 但我听不清他说什么 但我能就是在那一刻的心里捕捉 就是我能感觉到 他是要去做工作了 而且这种情况是出现过的 我给你五万块钱 你别给我争了 反正我是势在必得 那你想我也买不到 那我拿个五万块钱 那你当时怎么着呢 我当时就马上 我就是其实 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说根据 我就很严厉的 马上就把那个 这个表情做出来 然后是根据拍卖法 递多少多少条 净买人之间的恶意串通 造成的这个严重结果 我们的净买人 要不承担法律责任 其实多少条 我也不记得 大概有这样的条款 吓他一下 他站起来看了 他又站起来就坐回去了 其实这种就是一个 拍卖式的 你说这个恶 什么叫恶意串通呢 你说我这个认识的 这个藏家行家 我觉得都不下百人 我跟他们认识的特别多 平常听他们喝茶 很多都属于你说的 恶意串通的 都在那聊 对不对 他私下里串通 就是到时候怎么举 这个怎么举 那个怎么举 这种就是 藏家之间的一种沟通 比如说这个我要买了 你别跟我争了 我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比较弱 就说李老师我也喜欢 你说我也喜欢 那咱俩争个啥 你别买了 我就跟你说 你就说我的那些个老板朋友 真的是特别好 因为我们喜欢的一些东西 很冷门 其实我跟你说 全国喜欢这东西的 也没可能没 就是十几个几十个人 所以比如说 他们有时候就说 说文涛要买这个 就不好说 就是文涛要买这么一个东西 人家就能说 就不争了 说文涛那个钱 人家是这个 他们是艺人 他们的钱是辛苦钱 就说咱们就规定 比如说 多个万以下 就是文涛的 过了多个万 咱们再争 是吧 哎呀 说的我很感动 我说那意思 你们的钱都是很容易来的 是吧 那这个呢 你买了 买了 很有意思 香港的一个行家 他拍卖上 有很多偶然情况 我有一次买一个 这么小的一个 青铜的一个绝杯 你知道吧 就是起拍价 起拍价 就给了我了 以至于就说是 拍卖完了之后 当天晚上 这个行家 给我之前都说 哎呀 我这还有一个客人 他问你 他得加几万 你是不是别要了 他给买回去 我说那为什么 他拍卖不举呢 他说你看 会不会有偶然情况 就是说 上一场 是另别瓷器的 结束了 上一场结束了 下一场 马上开始 就那些人呢 在往外走 往外赶得上 就有点 这个闲牵 好像那个开始的又快 就人有的时候 是有的 没反应过来 第一件就出来了 光他就一举就弹了 这个很正常的 还有就是 每天拍卖 他从早拍到晚 对 大家累了 出去喝口茶 上去喝口茶 没了 还有呢 就是说 你是几点钟拍 吃饭前拍 吃饭后拍 因为他是不确定的 情绪最高涨的时候拍 跟晚上的时候拍 价钱差好远 吃饱了 是吧 就睡不去了 所以我们的拍卖呢 是有现场拍卖 有电话拍卖 有书面拍卖 有网上拍卖 那有的人他觉得 要拍到下午五点钟 也不知道几点钟到我 那么就我就下个书面标吧 大概十万以内 我可以拿 他就给一个委托价给我们 这样的话 他就不容易错了 我最近有一个委托价 就是有一件东西 我很喜欢 那么它的是十二万到二十万 那我就跟个朋友说 加世德的 连主管都说这个不出名的 大概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可以拿下来了 那我就跟个朋友说 二十万之下 你就给我拿下来了 对对对 结果六十五万 是的 有的时候就很难讲 我们有时候估价 估价一个几万块钱 拍了几十万的 我上海首拍的 咱们期待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在这个拍卖场 咱就说了 见过些什么奇葩吗 你说我过去听说过 有一个 好像听说那人 后来出事了 还是怎么着 这永远 外号就叫大尼口 永远大尼口 到哪 他甭管卖什么 他就是争强好胜 只要是最高 永远大尼口 但是他好像也很多人不给钱 他就是 你有没有碰到 那大尼口 他永远大尼口 他永远拿下来了 对 拿下来他不给钱 我觉得师傅拍土地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但我是听说过 所以呢 我有一段 有那么几年吧 经常去江浙一带拍土地 所以有一次 就是两个人 也是真的很厉害 你就能看出 他们的火药味很浓了 然后当时我就 就要冷处理了 本来拍卖是 应该是煽动大家多举嘛 但这个时候呢 我反而要 呼吁他们要冷静了 然后给他算 你现在楼面地价 已经一万了 再加上 你不希望他们 蒸得高一些吗 其实他是 就像你说的 他如果最后 蒸得高了以后呢 最后那个人 其实是离市场价 差距很大的情况下 他去开发这个楼 他有可能成为烂尾楼 他有可能像你说的 他就不付了 他就情愿 他那个佣金 那美容是他的事 但是他这个组织 他会影响整个一方经济 所以其实像我们 做这一类的公务拍卖 是要考虑到 很多方方面面 有市长的思维 不是 最好的就是做公务拍卖 是比市场价略高一点 这就是最成功的拍卖会 不是说拍的越高越好 但是艺术品 慈善拍卖 那又不一样了 艺术品 你喜欢这个杯子 我不喜欢这个杯子 在你眼里 他值一个亿 在我眼里 他值一百块 那你喜欢他一个亿 你愿意出一个亿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慈善拍卖 你愿意给我们捐一个亿 我们当然欢迎 所以艺术品和慈善拍卖 是可以越高越高 但是你们那个大的拍卖行 一直有慈善拍卖 跟这个商业拍卖两份 没有 我们主要的业务 就是商业拍卖 但是因为你的这个 影响力在这里 就有很多不同的慈善机构 不同的品牌 来找到我们 跟我们要合作 那么我们就会 公司就会 就用你们公司的名义 去做这个慈善拍卖 去帮他们拍 整个就拍卖的流程 包括甚至有些拍卖的 拍品的征集 然后拍拍卖师 去协助他们 整个拍卖的流程 所以我现在八成在做此事 你不是这个 原来也是在国际拍卖行 你觉得在这个行业内 就是中国跟国际上 还有什么差距吗 差距最大的 其实就是诚心度 我自己参与到 真真是很实在的 因为我以前在国内做很多 那么老板肯定要跟我沟通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这样 有时候你就差不多了 怎么怎么样 就有很多 要跟我交代的东西 但是我进了加士德友 他的所有的法律点 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非常严谨的 他们不会为了一个 一点点盈头小利 为了某一场拍卖 而影响他整个250年的 今天是250年的一个大品牌 所以这个是我发现 我在这个在做的过程中 你心里特别踏实 特别自在的 以前呢 因为我拿了首届金拳以后呢 也有很多拍卖行请我去 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 我就是个演员 因为我明知道 那个就不是真的 他们就告诉我 那个号就是来拖的 那我反正我也就得 哎呀 我就觉得我自己在表演 就是你也表演过 当然我有表演过 这实在的 我绝对表演过 但是进了国际大拍卖行 我没有 他们对这方面的要求 特别严谨 所有的法律部门 包括我们每一个环节 他全部都要跟到 你哪一点差错 他都要提醒你的 哎呦 这就靠得住靠不住了 就是你一个认真的人啊 这个在中国没法混下去 因为我当主持人 我跟他们主持一些年中的活动 不都是有那抽奖吗 我碰太多了 就是让我 就是说 哎 你就抽那个 那最底下那个 我站在那呢 他最后 对 其实就是个iPhone7 什么iPhone 我觉得这些企业真小气 你知道吗 就这样他还要给自己人呢 一个iPhone 就你要这个 哎 我保持着 我主持人的这个良心 一般碰到这种情况 我都说啊 我不 我这样 我请公司的老板 你来说 就我手里 我不沾这个东西 但你看你也难免表演 对 曾经有表演过 但是自从加入了 这个国际大拍卖行 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差距 现在中国有多少个拍卖行 那真不知道了 现在拍卖是可能 有两万个 拍卖行 有上千家 我还没关系 自己的拍卖行 两万个拍卖行 我还没关系 就是 我为我 你会不得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